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今集的Tri-Goal Strategy 就要顯示一下我們的決心 要有反抗海桑德的覺悟 第十一話後篇 致死不變的誠實 現在都在爭取時間 把所有粉紅色頭髮帶入城堡 好,喜喜揚揚 計劃永遠是來不及變化 這麼快就來了 打仗真的要冰桂神速 這條這麼好臉 熔兵奴忽過了 打仗前下去樓下看看之前 看看海桑德有什麼動靜 我這次是說希維歐 上集找他 好像有些差事給他做 これで備えはできた 我這句是稱讚他還是罵他呢? 還未知叫希維歐做什麼 不過我們眼前的難題首先要解決 進來整備一下 雖然上集我們不聽管家說 不過我也想提升一下他的階級 多了個被動技 一開始就加1TP 另外一招技能 另外有新技能 指一名我方成員在下一回合可以行動兩次 不過要3TP 回到一件漂亮的衣服 好,管家 準備好我們就迎擊了 守護羅傑爾族 竟然這個奴忽又出現 之前是我們的手下敗仗 這一個是小友的羅傑爾族 有名有姓和有頭像的傑羅姆 年輕的首領 講到了 為什麼我們在後面來? 在後門入 出現了什麼起圍毆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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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羅傑爾族 怎麼會這樣做呢? 記不記得我上次說要捉到他 是把他變成公公的嗎? 你問我我們先說吧 你決定 你決定 華峰族 並對於自助於 阿姨 贏着 他是 誰打進來就跟誰 現在就跟 海綽德 Rufo,你叫Wolfo,你都要殺人 哦,你都不能說話,你都不能說話 村民都要下降 我們也一起戰鬥 多了個戰領,難道會 跑進來穿藍色衣服的士兵是海桑德那邊 但一開始我們在天台都有個高空優勢 不過近戰那些都要下去打他 我們留一些遠程攻擊、射箭等魔法師在上面 好,開始 防衛羅傑爾村 哎呀,這位歐今次留在那裡被我打 主要失去我,単獨地生命的道路也沒有 領民的犠牲地獲得到的未來 我倆是… 人當地守著的重要物件 歷史上殘命 我倆是… 岩鎚和地方 這位佩 titanium 歷史上殘命 這位佩史上殘命 這一位佩史上殘命 這位佩史上殘命 一定是無論佩史上殘命 這位佩史上殘命 貪心怕死的小人 我需要活足 你 straw hole 好,我們先走 當然威猛如虎打落老百八道 他們一上來我射死他們 走到我們動值會快10% 他們可以跳高幾級,新興如燕這個技能 王子就...不要走太遲 試試這個位置 騎著馬都可以走樓梯 希艾特 黑暗箭 打近這個 上來都命中降低 真的打不到我們 這個NPC是自己走的,所以要小心他 希望他不要亂鬆頭 男主角先下來 走快一點 過來吧 你 最後來勝出的是我德里歐爾家 你邀死了沒有人出糧給你 好,糟 竟然這麼遠,挑釁了我們 好,黏在一起就對了 馬肉雷擊魔法 這關好像有點棘手 這個遊戲越來越難玩 不少東西 壞你不停避 我們這個弓箭手 越遠就會越高攻 就打遠方這個 內圍 手腳清一件 手腳清一件 下聲幫主角補血 女主角就要安撫一下老公仔 憤怒治療若婉 不要衝進去千萬不要鬆頭 馬上釋路 他竟然可以走下來這個位置 用旋風儀式 吹死一劍 還能打到盧忽 他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前面的人我們就要幫他加防 王子 黑暗了 被倒他一腰 搞錯 接著到王子 就要馬頭擊撞一撞 也可以撞到後面的人 那裏 讓他走 那裏 我沒有逃脫 我沒有逃脫 嚇死了 怎麼了 大力氣 這麼大力氣 不少正義勘 カメイを危険 死亡 死亡 這麼多話說 我想先打你 待會我們先 沒錯,是你背信棄義 本來我們不用那麼慘 作為當家,可以做三聖加勞 個個都跟,原本國家又不守衛 今天不厭你,不做主角 我們用黑暗箭 減低他命中 主角好慘 也好,有反擊 令主角 用緩速劍打希懷歐,令他本身17位到23位 拖慢他的行動 慢慢折磨他 小心 不要走那麼前 快速凍死一件 叫你穿羽翁打仗的人 我想他要過來這邊 幫幫對面手 內衛,看看能不能打到他麻痺 雷劑爆發 沒有 拒敵暴風 打這麼多個 啪波 不要走 劉爆發 很簡單 站住一定 用最遠距離打就行了 有這個戰手可不可以令他張射歪歪 危險 被他打退了 危險,加了防 一拉就不用說,一定要用回復魔法 這次管家就需要用道具,HP範圍回復若元 艾澤娜有點危險,我們幫他回復50%血 再用炎精魔法打在下面兩個 真的嗎?打在前面那個 走一步可以收拾東西,貪心一點也要 倒掉了 太危險了,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又要用絕技,有一個絕技可以令他 令出必行絕技 接著王子 之後他就可以立即行動,先打進去 王子打完又到艾澤娜 就可以過來用碼頭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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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金被人打到真是重傷 保自己 OK 伊維特可以用黑暗扇打榴梯 這個 始終對面的魔法很厲害 不要中 搞錯 然後到男主角,下一彎又要到希衛歐 好,我要做什麼我想大家都猜到 就是令他由第二位變成第14位 緩速劍 打不中他 到內圍,因為他沒有TP 也可以用道具範圍回復藥丸,補三個 竟然有炎激魔法 到八百,要走上來打這個 增援? 多四隻兵仔不怕你 增援? 很難的 可以用兵風魔法動一動氣圍歐和,但感覺上不是很怕 感覺上 扣很少 他跑了 很危險 幸好我有大範圍的補血 不要借中 這次黑暗臭效 扣得麗卡可以撿一隻 他終於走到了 減我TP 很難搞 落淚儀式,但做不到麻痺 都要用 學了一招新招 我想我們要避一避 走遠一點 因為太多士兵 在左邊 繼續將他打慢一點 希艾特就 要用範圍補血 我沒辦法,要自己補一補 狂色藥 雷擊打我們 希望能夠到他 夾擊 好多士兵 好多士兵 更快 我做得到 報回67,有時間 有血齊齊補 為各位 謝謝 好多士兵 希望沒有麻痺 希望沒有麻痺 改善的手 幫手加回火 保護 好 看吧 好多士兵 集中攻擊,希維歐先 沒有人性,哪會有信念 真是對偶彈琴 不,不,是否在新年 等於 亀大仗 可以守住 你們也 一起去破坏 糟了,被他反轉一下 你們和不一樣 我們在想的關頭 轉變太多了 亀大仗 要不及歴史 在記者 要不及保護 沒必要 大仗 炎 這麼多話說那傢伙燒他的嘴 盧忽真的很高防,我們的伯伯射他不通 反擊 打回47,走路 樓下可能有幫他補血 你明白嗎? 你去吧 連串行動 艾澤娜偷偷地走過來這邊 主角先吃點藥 這次我們就用防影戰 打這個近戰的步兵 有70%令他禁止移動 他走不上來 應該搞定,飛鷹機 無血都走前打你 因為太低 我是不會被你死得這麼容易的 盧忽這邊是難搞的,因為他真的太高防 又高攻 他是說撤退 太低了 管家有一招,就是現在要3個TP 用了之後,內圍就會跟著我們下一回合可以行動 因為我要用雷擊魔法 快點快點打掉這件 就可以過旁邊幫忙 靠你了,落雷儀式 雖然他只有12血 但真的不要夜長夢多 立即打死他 其實夠很多 我想你收不到錢 好,兩個Boss都搞定 其實樓下的小竹都很容易搞 努力清場 玩了一陣子都算輕鬆 一陣子都算輕鬆 竟然這次是你尾刀 飛鷹這邊,救緊普通戰 搞定 完美清場 又被我捕捉住 啊,等一下 羅瀬爾謎的謎 為何我殺了我 我不是想殺你 我想撤走你一些沒用的東西 他有什麼罪 這些是數十年前的事 什麼罪 他有什麼罪 這些是幾十年前的事 所以就要去好好過公公生活 現在流成地血 我想盧忽應該不會再打我們 因為都沒有人再請他 輸了兩場戰績那麼差 他竟然說這些訊息給我們知道 不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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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時間 都好 因為待會又要再打多一場 不是吧連吃飯時間都沒有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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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族長做個剛醜牛河 現在 現在 他 是令他們的行為 不知道還有沒有煩臉 那是我的說法 要把腦筋捉住 好 好憂心,因為管家不想打這場仗 還有他有點內疚 因為他想交羅杰爾族出來 現在反而羅杰爾族想要吃一頓飯 眼睛一柴這樣 劍聖在嘆氣 難道食物不適合胃口? 我只保護了個獵師 我只保護了個獵師 我只保護了民意 為何要保護人的道具 但我只保護了她的女神 但我一直保護了她 對 我只保護了她 對 這也是人的歴史 我不是人的事 没错 Wolford和这个村子都在疲惫 也没有力气 那样的事呢? 不,是事实 现在这个时候 Cordelia和Greenberg的民族都在疲惫 但是我... 在脸上随着名字 好感慨啊 好,今章完结,放心二王子 你还有一天可以复兴你的王国 今集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点赞和分享给朋友们支持我们 下次见,拜拜